好 如果咨询媒体人赵绍康呢 今天跟几位新克力我们一起召开记者会来 宣布出未来呢 让他们一人一天来主持网路节目 来增加他们的这个曝光 那另外呢 很值得关注就是赵绍康手上里包的非常大一包 因为他说先前被这个冰箱门夹到 一直没有好 那总是去开刀了 所以现在就先包起来 那同时呢 因为近日两岸关系相当的紧张 尤其是中国快艇翻覆之际 两岸都还在协商 那共产党副主席夏立言呢 这个时候去访问中国 而且还在昨天晚上 跟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见了面 那宋涛呢 他在现场是直接批评了 民进党政府草菅人命 那没想到夏立言是直接的附和他 说他们会敦促民进党政府 尽快的来处理这件事情 被民讲立文认为是在唱和中国 那我们听一下赵绍康怎么说 他是客人嘛 你跑到那边去 他要看台上 结果我不知道到底我怎么见了面 他本来并没有打算见 但是他也说这个真的要见 他也不排斥了 那另外就是 我在讲说 人死为大嘛 人命关天嘛 再怎样 他们死了两个渔民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要他讲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 就是 我觉得台湾也 我们也不是故意去草菅人命 一定不会 我们的海巡人不可能故意去把人家撞翻 把人家弄死 就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嘛 他这样想怎么可能呢 那就是不幸死了嘛 那不幸死 我们就像我刚刚讲 我会搞清楚嘛 我就好了嘛 然后我尽量搞清楚 他说海巡当然不是草菅人命 但是因为这个中国那边死了两位的人 所以呢 赵少康说呢 他也就是没办法 就是夏琳也只能这样讲 那他也说如果是以他的角度呢 他就会尽快的就责 然后找出原因 那以上下午的情形 去播